正在修复 还真是不能 这只能说明 他有作案的条件 但这些都不能形成证据 那你们就不查了吗 老张 雨已经算够了 可以说 我们当然会查了 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俩 下车之后 到你们来这儿之前 你们俩曾经假扮记者 到了公交公司 能告诉我 你们去干嘛吗 你们再回顾一下 是不是这两个人 去的公交公司 询问王兴德的情况 对 就是他们俩 说是家师大 校园电视台的学生 要采访王兴德 他俩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他是王兴德的亲戚 我当时就觉得他俩不对劲 这前脚要找王兴德 后脚就通知我们说 王兴德出事了 一转眼能够 这俩人就不见了 那他们有没有在你们这儿 得到什么信息呢 没来得及呢 这刚要说王兴德的事 我就被通知 说王兴德出事就叫出去了 没说呢还 那你这边呢 这男的说是来拿货口本 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才发现 那整个屋子 被他们翻了个遍 这女的就一直在问我问题 那都是关于老王的家事 别的 没说什么了 就是他看完新闻以后 情绪特别激动 就一直喊着说 是自己间接害死了 车上所有人 那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那他非得这么说 我们正好在附近 就把他带去那公司 想着问清楚了 他心里可能也就踏实了 起初我是不太相信 车上有什么炸弹之类的 越查这事越离谱 这已经超出了 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想着还是报警解决这个事吧 我 我知道我们现在非常可疑 但我们绝对不是坏人啊 不信您可以去查我们的身份 学校或者我们单位 我们都可以配合 灾难发生之后 很多幸存者 都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心理 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才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甚至质疑自己 为什么 我还活着 道德感越强的人 这个情况越明显 我们管这种症状叫做 幸存者综合症 幸存者综合症 还有这种症 您应该我们把所有知道的信息 都同步给你们了 您能不能 把你们现在所有的信息 也同步给我呢 这样 就我挺担心她的 您不跟我说跟她说也行 我 我 我真的只是想要知道一个答案 老张 来一下